介绍一下怎么使用mdbg.net 下载动图笔画顺序的动图 在这个网页的母页 输入任何你想找的字的拼音 在下面你可以找到你喜欢找的字 比如说我们要用好 点击这里 然后鼠标放到这里就能看到亮开 然后下来之后 再把鼠标挪到这个毛笔上面 就出现了这个字的动图 这个mdbg下面它有很多的字 字体比较不好 比如说草书 然后呢当它出现草书的时候 我们就会利用另外一个方法 去找这个笔画的动图 但绝大多数情况呢 我们都统一使用这个 比较干净整齐 统一的模式颜色 它的这个片旁也分出了颜色 还是比较不错的 有的时候还有单独的片旁也能够找得到 这时候你右手机的时候在这里把它保存到你的下载文件夹 直接拉入课件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在它这个mdbg的这个字体不好的时候 我们不勉强使用 因为我还是希望给学生比较标准的字体 我们就会去google search 在这个search bar里面 你用中文去寻找 比如说 如 你要打一个字 比如说你找这个字 然后选择图片 这个时候你能找到很多的动图的存在 我一般会喜欢找一个跟我客间的颜色 其他的动图的颜色是相当的 然后把它打开 在这里 下面看看有没有同颜色的 这个比较相似 当它动起来之后 就全部下载结束 完成了嘛 然后你把它 右手双机 保存到你的下载文件夹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拉入课件 好 这是两个方法 足够我们使用 在课件当中安插入动画 笔画顺序 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低龄的孩子 他的视觉感官跟不上 这个笔画动作的这个速度 所以建议还是用手写 或者是这种的格式 去讲笔画 好 这种笔画 好 这种笔画 好 这种笔画